也就有縣長 縣政等等等 多位議員一同喊著口號 希望縣府團隊行政效率能夠提升 正是於今日上午南投縣民進黨部 與本會會議廳召開縣政等等 自殺自自來聯合記者會 針對縣內多項議題提出反應 像是老人可免費裝甲牙經費以短缺 該如何補期 以及這次好雨來襲 造成縣內多處淹水 縣府團隊因趕緊成立災後重建的單一窗口 來協助災民早日恢復應有的生活作息 我們的老人免費裝甲牙 要繼續追加預算 我們希望縣長不要再研究了 趕快執行 第二個就是我們希望大雨之後 轟災之後我們的災後重建中心 建立一個單一窗口 那另外就是每一個專案 我們希望推動小組把它形成 要有效的執行 議會議員所建立的 議會所建立的 還有民眾所需要的事 我們希望縣長趕快做 不要再研究 包括這一次我們這一次的災後重建 我想搶工的部分 工程的後面的一個狀況 我們也希望說 縣政府這邊要加強 對於我們災後的一個重建的部分 能夠趕快讓南投縣恢復生氣 讓我們的農村經濟農業經濟可以蓬勃發展 也讓我們的觀光產業能夠得以復甦 我相信這是一個縣長最重要的工作 而還有本縣自殺率逐年升高 去年竟然是全台居灌 從無約底到今天 不到一週的時間 縣內又發生了至少無期的自殺死亡事件 針對此鄉議題 也期盼縣長與存責單位 要儘快提出改善方案 去年還全國第一 這是一個非常讓人覺得可以所思的一個名次 一點都不光榮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問題給拋出來之後 最主要是希望說 縣政府也就是老處這邊 花更多的行思去尋釋我們這些孤苦 或者是在經濟上 或者是在精神方面有壓力這些人 多花一些心思在這階段上面 這幾天來不管怎樣 自殺還是一直在我們南投縣發生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個六二的這個水災之後呢 南投縣裡面的一些一鹽水的地方 這些老問題還是持續的在發生 那我們希望說 這次透過我們的這個一個總結 然後把這些問題盡快的來解決 而不是說一直在注重自己的個人形象 然後整個南投縣政府都是沒有效率 南投縣議會第五次定期會總質詢已結束 本次定期會中有關於縣府行政效率的問題 加上前幾天豪雨水災 縣內可說是重災區 以及自殺率問題等相關議題 期盼縣府團隊能儘快改善與解決 明星雲林軒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